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就从我爷爷开始种地吧 然后就从种到时候全是人工 然后那时候平均十目的要雇一个石化工人 来了之后要管吃管住 然后而且他们工作可能45天才能把这所有棉花全部收完 现在这个采棉机 采棉花 一般我们的几个小时就采完了 还是比较方便的 大家现在看到这台六行采棉打包金 是我们铁研中工 近几年在新疆广泛应用的一个产品 那么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最强的大脑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棉花机里面的高低不同 它会自己去调整这个高度 以及速度 采收的这个速度 那么采收的效率是非常的出色 可以顶到1200个石化工的量 大概每天就是五百亩的一个作业量 它这款飞机呢它突出的特点 大家看它有双目识别 它能够精准的这个通过双目识别 来去自动实现这个线路的规划 自动避障 第二个线命的特点呢 是看它两边有两个蓝色的 是我们的常温迷雾系统 能够把常温的药液粉碎到15微米以下 这种细五颗粒 同样呢 对打透 打好 提供了这种优质的工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